今天交给牧师,牧师你需要共享视频吗? 好啊,是,让我分享,可以有那个PowerPoint的 看到吗? 看到了 OK,好,感谢主啊 首先谢谢大家,谢谢周牧师 能够邀请我与大家在线上见面 感谢主啊,有这个Zoom的那个所谓的聚会呢 我们到处都能够在线上集合 所以大家下午好,我在这里是四点钟 我跟缅甸人有接触 就1992年,92年我在新加坡读那个神学 还有了两位也是来自缅甸的 他名字叫Matthew,还有南诺 两个人,我们在新加坡读了三个月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接触缅甸了 好,第二次呢就是2017年 就是四年前呢,我带几个人去这个阳光 就是父亲那边做宣教 是,我在之前我在这个新的教会靠近吉隆坡啦,靠近 之前我是在医保那边啊,大概黎吉隆坡 OK,医保那边啊 我的教会那时候有很多缅甸人来崇拜 有一个缅甸堂的 有机会的疫情 并且强 template LOOK 有机会的疫情都都开放国际那个能够旅游的话呢 之后我也会再去阳光缅甸那边做宣教 好 感谢主啊 让我们就来进入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我就想到这个疫情之下呢 我就不跟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荆轲 我就用一个这个来自启示录啊 就是耶稣基础要给七个教会的信息 其中一间教会 好了 我们来做个祷告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 在今生在这世上能够完成主的使命 感谢主无论在马来西亚 无论在缅甸成全主的旨意 圣灵来带领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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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这间教会是被逼迫的教会 斯美纳教会,是在土耳词,斯美纳的教会 我就读一次,让大家有一个背景的认识 你要写信给斯美纳教会,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 写信给这个教会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着的 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魁旁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瞎在间里 叫你们被失恋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勿要知死中心 我就吃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在一起 我们这次来讲 在当大家看到一带在当中的 非常显生冠军 我们在庐厅里的 能力的 当中的 民众教会所说 所以没那么多 我们在家里的 我们在家里的 肉大 有状 generation 我们在手里的 内心乱 我们在家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看耶稣被问起了世界的末日 他说呢 现在灾难的起头在马太福音第24章 我相信现在所发生的疫情 在缅甸所面对的军事这种情况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事情的发生 我们在这里的报纸 无论如何 马来西亚也是 整个世界疫情就是翻转了我们 整个世界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有每个国家 每个家庭人 就是面对那种灾难的苦难 有很多人死 马来西亚野兽疫情 很多人死 很多人痛苦 这只是可能是刚开始 还没有大灾难 但是我们做教会的 我们要做准备 我们属于天国的人的 我们在这个灾难当中能够负起使命 拯救灵魂 我们在这个灾难中能够负起 就好像这个施美娜她们受逼迫苦难的时候 那么这个基督群体当时候怎么样做见证 他们到时候就在这个也在世界这外邦里面 这个施美娜教会 他们也受到当时很多苦难 所以约翰他就写信 圣灵要约翰写信给这个教会 鼓励他们怎样在受苦难的时候 能够忠心遗嘱 当时候的施美娜教会 所以你看它是很繁荣的一个港口来的 在士美娜有土俄旗 现在土俄旗 它很靠近港口 所以它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 一个地方城市大都市 你看他们2000多年前 你看那时候的建筑物已经很雄伟的 然后现在的遗迹 好 士美娜教会有一个叫玻璃甲做主教 在统治 他是属于罗马的殖民地 叫像英国曾经统治过缅甸 还有马来西亚殖民地 所以罗马王你看他们很专制的 他们罗马是帝国 他们很强于军师还有禁忌 当时也是很强盛 他们卖的东西叫默药 好像耶稣当生有默药 所以圣与眼繁荣 很现金的一个城市 所以让人们加上了一个语言 有语言 所有都是以外交通的 是每个人从馬上发现 要以外外的一位 所以在学习的东西 等地 这个研究 为啥研究 我们能够向上 所以当时候他们就是崇拜帝王的 所以那些基督徒他们我们敬拜是 耶稣基督为君王国王 他们都不向他低头 所以也受到很多苦难很多避害 他们也敬拜这个女神叫迪亚 但是后来这个王帝他自己变成神一样 叫做帝王 所以要别人拜他 所以这个凯撒大帝 所以那边斯美娜也建了一个城市 做一个庙堂给这个罗马的所谓的凯撒王 这个罗马的政府很专制的 他们的军权很强的 然后律法这方面 所以这时谁不就是不服这个凯撒大帝的话 就被砍杀死的 就是要杀死他们的 所以当时基督徒他们不妥协 他们敬拜独一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避害 这个受苦的斯美娜教会 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话呢 他说我就是那位首先有幕后的 所以他说我是死过又活的 就像你们说 因为斯美娜是死而呼活的一个城市 曾经是一个小乡村 亚历山大把他建立成为一个大都市 好像死而呼活 耶稣说我是这个首先的幕后的历史之主 你们不用怕 谢谢大家 耶稣说,所以我就是首先幕后的 而且我是死过又活着的 我是亚拉法,我是尔梅加 所以耶稣说,我战胜死亡 我是得永生的那位族 所以也预备他们,你们不用怕 逼迫可能会带来死亡 但是我是战胜死亡的那一位 来鼓励这个斯美拉教会 耶稣跟这个苦难的 怎么说什么呢? 首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的苦难 我知道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魁板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也因为他们都没有十字幕 比较宽不得 有些人会有最大的 我对你们的他们的贫穷 你为了!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贫穷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贫穷 所以耶稣安慰他们 你们经历的苦难我也经历过 所以我也明白 当时候有很多富有的人 因为他们跟罗马政府有一些邦交 他们因为关系问题 但是因为他们的信耶稣这班人 得不到好处 被他们避害 是没有钱 很贫穷的 他们是测贫 贫穷中的贫苦 因为这些信主的人 他们不要贪污的 他们不要犯罪的 所以因此好像走个宅门 很难生活在当中 好像受他们苦难 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帮罗马政府的来说一些魁盘话 因为他们要逼迫对付这些信耶稣的那些犹太人 比如说他们的犹太人 比如说他们吹 一旁这些人就告他们说这些吃血吃肉的乱来的这些记忽徒主要是叫罗马做他 因为除此自己的犹太人 那些犹太人 他们是一个犹太人的 Patron 所以让他们去估计 但他们将家到他们的犹太人 就这样有什么看法 所以他们就这种面对这种苦难的时候 耶稣跟他们说 祂说你要自死都要忠心 你殉道也要忠心 为了是得着圣命的冠冕 祂说什么呢 祂说你这样要受苦 但是你不要怕 因为他们就忠心遗嘱 就受这个征服 这罗马人 还有犹太人这种攻击 而且魔鬼呢 就是用金钱来诱惑他们 要离开神 威胁他们 这个是要把他们做监牢 如果你信耶稣 要把他做监牢 有一些真的是被他们 灌在监牢里面 你看他们受的苦是什么呢 他们在运动场里面 他们的运动是什么呢 他们做那些 比如说囚犯 或者是那些基督徒 丢在那个球场里面 然后那个狮子 饿了可能十天的狮子 不是一头 可能是石头 石头之子 就让狮子跟着些人来 剥杀 很多老年 妇女 男性也好吃 都被狮子 咬到死 所以他们就这样顺道而死 所以他们就这样顺道而死 所以这些毫无个小型 对于是 我想他们说 有人 哪里 在石头 那边 可能 对于是 在罕老师 家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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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他们当时候是没有那些萤火灯的 他们晚上的罗马人很会享受 他们开派对 但是没有灯光 他们怎样照亮夜晚呢 他们就抓那些基督徒 绑在那个猪头里面 倒那些燃料 然后把他们烧掉 所以那些光照亮 照亮他们的开派对的地方 他们就在那边疯狂犯罪开派对 但是那基督徒被燃烧 他们就在那边疯狂犯罪开派对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呢 他们也受到很大的迷惑 他们也很乱 他们想要离开 不要信耶稣算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他们需要上帝去鼓励他 借着这个书信啊 叫他们忠信到底 忠信到底 不要放弃你的信仰 所以你看他们 你说你误要 但是你必须要什么呢 自死忠信 耶稣说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这个生命冠冕呢 就是你看他们的头上 以前的那是亚利桑大呢 他就得着了这个土耳旗的时候 他们是希腊文化啊 有一个叫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些得胜者冠军呢 他们的头上放一个冠冕的 冠冕是什么做的 是那些橄榄树 橄榄枝 做一个冠冕 带在他们头上 是最高的容易 是那个冠冕 就是他们冠军中的冠军 他们就向往的这个冠冕 那些有什么冠军 是什么都没有冠军 那些东西 没有冠军 我去冠冠军 我去冠军 我去冠军 现在是这个冠军 所以这些冠军 这些冠军 我去冠军 那些冠军 我去冠军 那些冠军 我去冠军 我去冠军 可知道这个冠冕是何等的容易 最高的尊敬 所以耶稣说你致死忠心 我会给你更好的冠冕 有生命的 现在地上这些冠冕会被重铸 会烂掉 不见了 耶稣说我这样给你的生命冠冕 是永远的永恒性的 所以你要忠心 你不要怕苦难 你不要怕被逼迫 你不要怕怕死忠心 你不要怕死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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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说你勿要自死忠心 就好像犹大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所以我会把这样的冠冕 与你分享 但是你要忠心 你不要离弃 所以你不要怕这些苦难 他们的逼迫如何苦难 怎么样苦难 你要坚守 你要忠心致死 我就给你这个冠冕 OK 可以吗 听到我吗 哈喽 要现了 好了 不但如此 圣灵也向教会说什么呢 他有耳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为什么呢 得胜的 得胜战胜这些苦难 也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得胜的就是能够战胜这个苦难 那么你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处 这牧师掉线了 牧师继续讲吧 OK 我刚才讲到哪里呢 这个呢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啊 好 得胜的 得胜的是怎么样呢 就战胜这些苦难 不受那种诱惑 你继续的信这个主耶稣基督啊 那么你得胜了呢 就不受第二次的死啊 感谢主啊 好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次的死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两次死的嘛 第一次就是我们的人 这个身体灵魂离开 离开了我们 所以离开了我们就是第一次的死 但是我们不必面对第二次的死亡 牧师好像 关系又没有了是吗 那么怎么样呢 我就继续讲 好 牧师继续讲得下去吧 OK 这样等一下牧师等他上来了 OK 好 我们这边网络不太好 但是我讲的你们听到了是吗 只是牧师那条线 OK OK 好的 好 你看这个 所以这时候你看第二次死亡 就是阴间和这个死亡阴间也丢在火壶里面 那谁会掉在这里呢 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 或是半途离开的 受不到那种诱惑 那种试探 所以他们都离开 也有基督徒离开 但是我们要忠信之死 因为人的名字 没有记载在生命车上的呢 都会丢在那个火壶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永恒的死亡 所以因此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是在世上 我们有苦难 耶稣也预备 也告诉我们 我们会有苦难的 所以耶稣已经准备我们 好像现在的疫情之下呢 我们知道苦难会开始来了 很多那些撒旦的那些工作 我们看到了 甚至这个疫情 可能是人为的 这个COVID-19是天然的 还是人造的呢 有没有这种阴谋 他们制造这些 所谓的这些生物武器 来用那个Virus来杀死人口 有没有这种阴谋论呢 好像这些人口70万 70亿人 他们要灭掉 可能要灭掉60亿 剩下一亿 剩下来享受这个地球这些呢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就是说 耶稣说这种苦难必来到 所以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呢 我们要拯救 我们要去拯救灵魂 这是我们 我觉得 OK 现在我们来自我 如果作出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基督徒在这种 苦难 患难之心 我们就要去救灵魂 我们就他们 你看左边右边就死很多人 这个疫情之下 所以我们 我们已经有永生 我们不怕 我们活着就是为主 去救灵魂 使人做主门徒 我们死了 我们就回到天国那边去 所以我们不要怕 我们要怕的是上帝 还有那些亲朋亲友 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 他们死了 就丢进火炉里面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 要去拯救这些人 使他们不会面对 第二次的死亡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保血 我们的见证 还有不怕死的生命 才能够战胜这个撒旦 所以圣灵跟赐美拉教会说什么 你们不用怕 因为耶稣知道 你们得胜 你们战胜 那么你就得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 这个玻璃甲这个主教 他就是怎么样 他自死忠心 他殉道了 所以殉道者的血 成为教会成长的 那个肥土壤 我们的状态 所以这个主教呢 他就被抓去了 因为他否认 他不称这个凯撒地为王 他称耶稣为王 所以他就抓去 他怎么呢 就把他绑在那个柱子上 然后下面放很多那个燃料 放些柴 他说你要否认耶稣 你不要信耶稣 你要信凯撒大地 但是那个斯美拉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服侍了这个主耶稣 86年 他对我那么好 他是那么怜悯 他祝福 所以我为什么要背叛他呢 不 我要觉得你杀死我 你杀死我 还是要信耶稣基督 我都不得害他 能够走路 塔比我走路 一般 疫病就越得越多 西医科 我学校在加密地 我在美学的学校 学校在学校 学校在学校 在学校在学校 学校在学校 所以施美娜这主教是约翰派去那边的 是约翰他的门徒生来的 就这样殉道了 当他被烧的时候 森林与他同在 然后他烧的时候有一种很香的气息 从在这个stadium那边传出去 很新香的气氛 上帝就接纳了他的灵魂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在末世里面会有苦难 更大的灾难 但是我们不用怕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拯救灵魂 让我们知识中心得胜再得胜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 那首先的末后的主耶稣跟我们说 又从死里复活着说 你不要致死中心 我就吃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感谢主 我们看到这个斯美纳 这个教会的见证 我们在现在这个教会 耶稣的身体呢 也要致死中心 从耶稣那边得到 生命的冠冕 那是永远 那是永远永远的那个冠冕 让我们靠基督得胜 阿们 感谢主 谢谢大家 我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来做个结束祷告 今天这个清闻法的阿路 今天这个地方的 就是把死当家宝处 当家宝 但是念念 送你的目的 第一期 万个奥运的 新一须 亚 人家 这种罗干吗 听到的 这些中卡 看下别美 年叛事 中对比美 来美 第一期 万个奥运的 新一须 阿们 阿们 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 父神我们感谢祢 愿祢的国将临在阳光 阳光华语堂教会 主啊他们就是祢的身体 满有圣地的恩高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借助耶稣基督也赐给了他们 感谢祖他们为主发光 在阳光缅甸 主啊为主 这是扩展神的国度 主耶稣啊让他们 所做的一切都顺利 让他们兴旺起来 因为他们是 就是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 成了荣耀的盼望 圣灵也住在他们里面 使他们就是圣灵的圣殿 让这圣殿成为为万国祷告的圣殿 使万民得救 使人做主门徒 能够 就是能够在这个疫情之下 在逼迫患难各方面当中 能够致死忠心 得圣民的冠冕 主耶稣啊让他们能够 使万民得救 主耶稣万民做主的门徒 他们要做的一切 无论是在那个 殊舍 当他们的公导书 也早日的能够出版 使每个人手中 都能够有这个尸体的 那个公导书来使用 还有他们的牧师楼 他们所要做的那些施工 或者他们的就业机会 无论是养殖的 上帮族的 上帝也恩告他们 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他们灵魂兴盛 主耶稣啊 将求主也医治 那个弟兄姐妹 被那个新冠肺炎 有确诊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将身上所有这些 所有的病毒 完全的被圣灵的 生活混哨 完全的消灭 使他们的免疫体 能够主啊 兴旺起来 平衡起来 主耶稣 他们圣性健壮 主耶稣 要为缅甸 主啊 在他们在缅甸 这个社会 能彰显你的荣耀 使你的旨意 彰显在他们的家中 夫妻关系 还有弟兄姐妹之间 还有教会 主啊 还有他们的社会 的连结 主啊 使到你的旨意 能够在这不同的领域里面 能够彰显那种平安 那种喜乐 恩典慈爱 跟随着他们 上帝啊 你信望他们 以大大的信望 那个缅甸 主啊 也为他们的国家来祷告 主耶稣 你这个缅甸是属于你的 你死在十字架 你的血来洁净缅甸任何的罪 使他们都成为蒙福的民族 使他们的资源国家的那些资源 能够善用 带来经济的丰富 能够繁荣 能够进步 消除一切贪污 一切诡诈的手段 上帝啊 信望这个缅甸 成为缅甸之光 主啊 圣公会能够在那边 能够建立主你的同在 你的临在 主愿你的国降临在缅甸 哈利尔愿你旨意 信在他们当中 信在他们生活 信在他们侍奉 信在他们的国家 信在他们的领导 主啊 你在国家的领导 上帝啊 你是历史的主 你掌控这一切 你就是万国之王 万主之主 主耶稣啊 你是独一的真神 除你以外 别无真神 你就是正理道路生命 让弟兄姐妹能够 扎根于神的话语 让他们的 主啊 这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叶子不顾干 按时候接果子 所做的一切 尽都顺利 主以你与他们同在 你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 你是以死里护活的神 你是首先末后的上帝 你掌控这一切 在末世的时候 主啊 让阳光 这个华以堂 兴旺起来 不足的扩展 扩展再扩展 主啊 你的荣光彰显在那边 他们仰望 生命之光 让生命之光 照射这个城市 这个都市 所有的乡村 所有都有主的 那个爱的终极 主耶稣啊 把周牧师完全的交托 还有他家人的交托 使他们圣性见状 使他们能够借助他们 彰显你的恩典慈爱 有大牧者以带领他们 主啊 感谢主 把这教会完全的交托 感谢主 彰显你的荣耀 哈利路亚 一切荣耀 贵父神 圣灵来充满他们 充满他们 更多的充满 哈利路亚 赞美神 我们耶稣基督已经 使我们得到了国度 天上地下 所有权柄都给了我们 我们在地上所困绑的 在天上都要被困绑 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都要释放 一切误会肮脏 一切的邪情的 一切的撒旦的工作 完全被困绑他 封主耶稣的名 拦阻这一切 主啊 释放神的荣光 神的爱 神的盼望 那个资源 释放在他们当中 信望起来 噢是的 让他们信望 主啊 因为主的光来到 主的光降临在他们 大主啊 一切荣耀归足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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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